開啟吧 那扭批 塞得住 嘿,大家好,我是M-Nike,叫我A夢或E夢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在台版是4月22號下午4點會推出是常駐角 可是他在UP池會有三星的機率於兩倍 所以呢如果你有想要練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的話 我蠻推薦在這個UP池抽到的 那如果呢你沒有要練的話就可以之後等歪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池抽還有一個優勢是說會給100碎片嘛 那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基本上他就是要升五星 因為他的技能呢是看損血的量 損血的量越多傷害就會越高 所以呢他還是要升上五星然後達到最大的HP總量才可以達到最大的效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技能吧 首先UB的部分是單體的魔法傷害並且增加自身的魔傷 會有血量越少越痛的特效 那血量越少越痛的特效倍率是吃6點 也就是每損失一滴血就會增加6點的傷害量 這也是他要升五星的主要原因喔 因為總血量越大嘛 這樣可以損血的空間比較多 就可以一定程度的去增加這個UB的傷害量 那魔攻增加的部分呢是180秒 所以跟小看一樣喔持續的放這個UB 就會持續的疊自己的攻擊力 來達到傷害越來越高的效果 所以持續的放UB UB的次數頻繁是這個角色 可以打出高傷害的一個關鍵之一 那一技呢是單體的魔法傷害一樣 會有血量越少越痛的效果 那一技的倍率呢是兩倍喔 沒損只是一滴血會多2點的傷害 二技呢是範圍的魔法傷害 並且增加自身的魔攻 會有血越少越痛的效果 同時消耗剩餘血量的20% 那這邊血越少越痛的比率呢是一倍喔 沒損失一滴血就會加一點的傷害 所以二技的最重點不是在傷害的部分 而是在這個會自殘的部分喔 身為一個伊莉亞怎麼可以不會自殘呢 所以在這一點上還是一定程度的限制了他可以打的BOSS 那一X跟一XPLUS就增加自身的魔法攻擊力 是比較普通的技能 動作循環的部分我放在畫面上是比較特殊的動作循環 但是呢也是一定程度有去增加一二技的施放頻率而已 那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呢在PVP來說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表現空間喔 剛的數據可以看到二技的傷害其實是沒有特別高的 那他主要的傷害是來自UB跟一技 那都是單體的 單體的招式在PVP來說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效用啦 除非還有帶其他的Debuff或是控場的技能 不然很少會在PVP派上用場 那這個角色呢基本上他就是屬於聯盟戰使用的角色 那以打聯盟戰來說的話他會有幾個比較限制他使用的地方喔 首先是這個角色他要是可以坦的情況下才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益 那個UB看得出來嘛在血量越少的時候呢可以打出越高的傷害 那二技只損失自身血量的20%其實是不夠高的 他的自殘的傷害量是有一點低的 所以你要單靠自殘 讓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達到殘血是稍微有一點難度的 還是要被BOSS攻擊才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益 所以聖誕伊莉亞最好來說他還是要去坦BOSS的傷害 才可以達到比較高的傷害量 但是呢他又不能被BOSS打死 也就是今天這個BOSS必須要是聖誕伊莉亞可以扛 但是呢扛了又不會死的情況下 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他才會是一個好用的角色 那假設是聖誕伊莉亞可以上場的環境 可以上場的BOSS可以上場的空間的話呢 那聖誕伊莉亞的傷害 基本上會高於原版的進化一點 如果你的進化的運氣是普通普通的話 然後正常的刀錶來說的話 一般進化的傷害如果落在150-200萬左右 那聖誕伊莉亞呢基本上都可以達到200萬以上的傷害 所以他的傷害平均來說是略高於進化的 只是他會有這樣子使用的空間的問題 所以導致說他跟原版的伊莉亞一樣 不是每一隻BOSS都有辦法上場 那很多這種對守衛攻擊的角色 或者是說一二王的角色呢 都是可以使用聖誕伊莉亞的 那包括說一王的哥布林一王的龍 在日版都有看到可以一刀殺 三階段700萬血量的刀錶 那這個二王的鳥呢 之類的也是有看到聖誕伊莉亞的使用的 所以說這隻角色老實講 看起來好像有他可以上場的空間 所以他可以上場的時候傷害量是很高的 是很不錯的 是法隊還不錯的一個角色 但是聖誕伊莉亞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後面撞到了新年凱流的出場 那新年凱流的出場應該不用我再多提哦 他的出場改變了整個聯盟戰的生態跟風氣哦 那在新年凱流之亂漸漸的稍微有一點退燒之後呢 那日服就迎接了四階段 然後還有破曉的六星等等的這個物理隊通膨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說物理隊又崛起了 然後新年凱流的局勢呢 還沒有完全被抹滅 然後又開了四階段傷害更高 然後他沒有辦法去坦Boss的傷害的情況下 這導致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 在新年凱流出了之後的出場頻率變得非常的低哦 所以說如果你非常在意4月聯盟戰的傷害表現的話 那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就還是要取得 但是4月之後呢 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的出場率就會漸漸的變低哦 那因為他是常駐角的關係 所以之後發現他很強 然後再想辦法歪一隻拿到的機會也是有的哦 不用特別在等復刻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個聯盟戰比較滑水一點的玩家的話 這個角色當然還是略過會比較好 畢竟後面還是有新年池嘛 還有新年池要抽還有可可蘿要抽 那些都是勢必要取得的角色 以聯盟戰的觀點來說 除非你特別在意4月聯盟戰的表現 不然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是可以略過的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簡單跟大家介紹了一下這個角色 包括說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強 然後還有他遇到什麼樣的窘境 還有我自己個人的推薦這樣子 總之呢 如果你是聯盟戰比較top的玩家的話 聖誕伊莉亞這個角色當然還是要取得一下 畢竟如果你是聯盟戰的top的話 每一個月的聯盟戰都是很重要的 4月的聯盟戰對你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4月的聯盟戰對你來說 還好你少這一點傷害不會怎樣的話 那就可以PASS這一個角色 直接去抽後面的新年池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免費10連可以抽一下 如果你沒有要卡免費10連的話 當然還是可以抽一下這個聖誕伊莉亞 有抽到就賺到嘛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選擇 要怎麼投資自己的石頭 要去抽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還有了解這個角色 實際上的用途是怎麼樣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